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漲 今天8點起什麼股票 漲得有沒有道理 标題一直寫什麼 高現金殖利率 那我昨天還在跟大家談 世界現金這一檔股票 現金殖利率高達5% 定存只有1% 你有錢人把錢存銀行 銀行還不一定要收 那他的股息支利率 5% 5倍 所以我說他漲得有理 今天大幅基里八點 大戶加碼 大戶繼續做教 他創新高 創新高代表什麼 代表今天之前買的 全部都賺錢 對老虎 去到七六虎 兩委也是高現金殖利率 大富家 繼續賺 我說賺得心安理得 賺得理直氣壯 因為他高於定存大概5倍 在這裡賺嘛 六虎 在這裡賺啊 今天創新高嘛 六虎 七六虎嘛 而且明年成長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對方你明年可能賺到了股息 股價也上去了嘛 你像現在在這裡賺 都還沒有配息 還沒有參加除息 明年 現在股價馬上賺了嘛 六虎 七六虎啊 超過兩聲嘛 所以我說重點在個股 兩委這一黨呢 也賺了大概四成啊 那台子的部分呢 我說今天賺什麼股票 你賺錢的了錢 你要不要跟上腳步 包括呢 前一天我們講這一檔股票 他昨天漲今天也漲喔 他連續賺三天喔 我說你要不要跟上腳步 類似這種股票 我說我對惠英的承諾是什麼 我不帶惠英去做追加的動作 我只會想盡辦法 讓你坐轎 這十一月初的事情啊 我說你有賺到錢嗎 好 你講台子 這昨天 我說你短線要怎麼看 第一個呢 一一五三三 這裡第一個壓力嘛 因為它收斂了對不對 第二個一一五六四嘛 然後呢 它不要破底 不可以破底 不可以破底 結果在昨天晚上 墊子盤喔 掌點出拔破底啊 做多了呢 可能在這裡又停損了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在這裡 拜他太拔 報明了十二點 破底了 一一四三一 這裡一一四五九嘛 是不是破底 那破底以後呢 今天開地啊 今天開地往上走 往上走 為什麼往上走 因為明天 周選擇前結算嘛 那有一些外資呢 他在一一五零零 在這個地方 做賣出賣權嘛 所以他要往上拉 所以我標題才會說什麼 你要提防 明天星宜三以後 拉高以後 又再度往下殺 今天呢 整個形態有點像什麼 這拜五 拜一拜二嘛 這大幅 這現貨 今天拉尾盤 它有點像 短線的底部區對不對 但是往上的你要注意 明天周選擇結算 而且月線在一一五五八 這裡是一一五五零 月線就在這裡而已 所以往上 操作上 這裡也有壓力對不對 不要繼續追加的動作 尤其在這個地方 你操作上一定要小心 那大盤連續兩天 拉尾盤 你要注意什麼 昨天拉尾盤 昨天買多少億 今天又買多少 咱買34億 今天買45億 每次買都買一點點 那你覺得它這樣一路拉 才買這麼一點 一賣下來賣126億 所以操作上 上面的壓力會比支撐還要大 我希望你聽懂我意思 這跌的時候是126億 漲的時候 34億 45億 月線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標題才會寫 提防 周全員很結算 因為結算 所以才往上拉對不對 那明天提防 往上走以後 往下殺 那這台子旗的部分 我們下一段 會跟大家做一個 比較詳細的說明 今天報名了 看得好 那我要跟大家談的是 個股的部分 首先跟大家談 什麼叫現金殖利率 就是股息除以股價 意思是說 現在一支股票600塊 明年你可以領到股息1塊錢 那就等於1% 100塊領1塊 就剛好等於定存對不對 那如果你100塊 可以領到3塊4塊5塊 是比定存大好幾倍 那這檔股票 能不能值得投資 你就要去看現金殖利率 稍微了解一下 現金殖利率的意義 然後我們再跟大家談 當初為什麼買世界先進 在這個地方 這11月中 大盤11月都在高檔區 他在這個地方 當你不敢買的時候 他剛好最後洗盤對不對 低位階高值利率 我就直接給他寫在標題 選股的兩個原則 低位階 整理整年沒去 高值利率 那這一檔世界先進 對60通貨 去到70幾塊 那你說漲的有沒有道理 我給大家看一下 他去年 去年EPS賺3.76 配3塊2 這間公司 很大風 賺3.7 配3塊2 今年前三季2.66 今年應該也是大概3.76 配息應該3塊到4塊 那當初我們切入的時候 60塊附近 那配息我們不要說3塊多4塊 我們以3塊來講 如果以60塊 股息3塊 那這樣是多少 60塊3塊 是不是5% 定存1% 所以他值不值得投資 值得投資 現在對6幾塊 去到7、6幾 你說漲的合不合理 我賺的理直器壯了嘛 而且重點在哪裡 他產能滿載 他明年還會繼續成長 這代表什麼 代表你可能賺了股價 也賺了股息嘛 現在股價已經賺 超過兩成了嘛 那這個地方買 全部成交 我說過 它是熱門的股票 它是非常熱門的股票 我說你大額資金的 你要好好的去規劃 類似這種股票 資金行情 不要一再錯過了 底價被 都沒有追價對不對 現金值率5% 明年又成長 它是台積電的關係企業嘛 馬上做教 這個就匯匯的價值啊 我說我賺的 合理 理直器壯的嘛 那類似這一種股票 為什麼不能買 當你一直擔心大盤 我說專注在個股嘛 自己股票起起 這檔股票呢 它也是連續漲三天 那我說我每一個禮拜 大概推出一到兩檔股票 趁大盤震盪的時候 拿一些股票最後洗盤 我一再的印證嘛 這個最後洗盤對不對 這個也是最後洗盤嘛 當你錯過了世界良為 我希望你把電話撥通 公司剛好推出特別優惠 把電話撥通 辦好手續 我立即帶你進場佈局 休息一下 今天入會 全面一加一 雙重大回饋 今天入會全面一加一 雙重大回饋 機會難得盡情把握 稍後再見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 好看 弄在家啦 舉起身裝運達頭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頭顧App 貨店02-2781-0909 2781-0909 創意比賽 盡在雲通 歡迎回到現場 那我們來看一看台子棋 這直接 這昨天跟大家談的 我說我上禮拜 在這半康 跌下來賺115點對不對 昨天 當中又賺了40點 今天呢 今天凌晨破壞 很多多單停損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他開盤又往上拉 你不要兜空兩面扒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 這是現貨 這是期貨 今天開低 他是破底 他破壞 開低以後往上急拉 他為什麼往上急拉 因為明天星期三 周選擇前結算 那我標題寫說 明天開高以後 或者高檔在這裡整理以後 你要提防 他往下掉 我們先看一下現貨 這今天拜禮 集拉以後在這裡做整理 他就一直要守住哪裡 11500嘛 因為有一些法人 他在11500做什麼 做save put 做賣出賣權 所以他一定要守住這裡 他才不會賠錢嘛 因為做賣方是莊家 所以他今天已經鎖住在這裡 尾盤又再往上拉 但明天你要注意什麼 月線在這個地方 11558 我拿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大招 月線在這裡 我們把這裡拉近 11月都在高檔 他已經是下彎 他為什麼下彎 因為他扣底這個位置 除非你明天創新高 那不然月線扣這裡 他是下彎的 目前11558 然後今天收盤11531 差距不到30點 這個他形成一個反壓 這個大家要注意的 那季線在這裡向上 那明天星期三 你要注意這個位置 11558 好 那我們回來現貨的部分 我說月線在這個地方 那明天周旋隊的結算 如果往上壓力在哪裡 第一個11500這裡會有壓力 這上禮拜這裡也套牢一些人 對不對 然後558 他又是月線的壓力 所以往上如果開高 你注意你操縱上一定要小心 往上拉抬 不要去追 好好思考一下 好好思考一下 這是現貨 那我們再看一下期貨 今天開地走高對不對 一直守在這裡 今天另外一支買了45億 昨天買34億 這天賣126億 期貨其實買很多 都把前一天賣的補回來了 但是現貨買的有點偏少 被倒掉 他今天一直要守住11500 明天這個地方會有壓力 操縱上你要小心 還有這個地方連續下來 你看這個地方都下沙的量 今天開盤這裡是拉上去的 沒有問題 但是守在這裡對不對 這裡都是壓力 所以明天你應該怎麼操作 我的建議如果用10分鐘K線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是盤頭 大家記不記得這個地方 我們佈空單 我電視上直接講放空 下來賺100多點 再賺40點累累 那現在這裡短線 又好像有一點點打底的跡象 但是因為明天周旋這點結算 所以你要提防他拉到這裡 壓力區尤其夜線附近 這裡都是壓力 你要提防他拉上去以後 往下殺 為什麼 因為這個景線沒那麼簡單過 沒有那麼容易 如果要過去的話 大盤成績量一定要增加 外資要變成買超 至少你那個大盤的指數 大盤的月K線那裡 你要往上做突破 你要量增往上突破 這很容易可以看得到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 那往上 你要去做追加的動作 你要很小心 那我還是建議明天往上走 因為明天周旋這點結算 還是一樣逢高偏空 那至少你不要往上 去做追加的動作 我再講一遍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好了 外資今天是買超對不對 期貨小福買超 自營商持平 大戶今天是偏多了 賞戶偏空 選擇權持平 以今天來講 法人是小福偏多 但是他明天 這裡碰到壓力區了 所以我說你一定要懂得 看懂他對期前的佈局 你才成為穩定的贏家 你要用對方法 那台子旗操作不順利的 一樣我們這一次也有優惠 各位把電話撥通 休息一下 敬佳 會員股票大獲全勝 今天入會全面一家一雙重大回饕 今天入會全面一家一雙重大回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大盘好像去28点而已 大涨 大涨 这个我已经赚四成了 这个是最近往上连续往上涨 大盘在11月在高档区 他还是一样创新高 今天起什么股票 大户今天买什么股票 有钱人今天买什么股票 资金行情嘛 那你一定要这样去想 那有钱人在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一定是找什么 高现金值利率的股票嘛 然后呢 他不追价的 他低档去布局嘛 那不管是大户法人都是这样做 那我操作原则也是这样子嘛 所以我一直都想尽办法让会员做教 我说你要选择操作理念一样的嘛 那这个操作理念最简单的原则 你第一个现金值利率嘛 不要闭着眼睛乱买 今天一支股票在漏呢 为什么这些涨 我再举一个例子 你10月中旬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很多人不敢买嘛 最后洗盘 不然这样有的人欲买去买 10月中 你如果买这个 人家去到这里你去录 你给我们公交 见头 你是怎么要给我们公交 那你在10月中旬 在这个地方 你跟着我买金材 这10月喔 那这样是不是做教 那是不是做教 对四十几区那两个嘛 这样有无声吗 这10月中嘛 这也10月了 那同样的故事呢 又再度重演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像这支股票 我插来是说 不影射任何人 任何股票 像这种股票 连续大涨 你见头 你跟他讲 第一天呢 那或者连续中错的 你欧白买 今天又漏了 我要跟大家谈什么 这种阿沙富罗的股票呢 我不碰 我只买有体质的 还没涨的 低档买 现金值率高的股票 那你可以赚到什么 你可以赚到股息 如果股价没有涨 你股息利率是定存的五倍 那如果股价涨了 你两边都赚 那或者股价涨上去了 你就会两成够了 你也可以先走 今天创新高嘛 他今年也是可以赚大概3.8元 去年他算配息3.2元 今年也是配3到4块 我们简单讲 因为我当初切入在60块附近 你如果配3块就好 现金值率是不是5% 是5% 定存了五倍嘛 现在股价涨上去了 老虎涨上去了 切到滚了嘛 那他产能满宅 他明年还有新厂 切入加入营运 那因为他是晶圆代工 产能满宅 所以新厂加入 营收增加 获利一定增加嘛 那所以操作上 像这一类的股票呢 往上涨 赚得合理 这叫做费费的价值嘛 那黑白去掉 那大凡在这个地方你要注意 像会办 这里呢 有点盘头迹象 道琼也连续大涨了 操作台子期的 几点200块 你要做得很短 你要看得很仔细 但是操作大盘的 你只要针对个股 他在低档区 现金值率高的股票 你都可以去做一些切入 一档一档操作 类似我们最近 谈的你向世界先进 往上走了赚钱 原相赚钱 这谷底买的也赚 汉堂也赚 同样的操作模式 包括呢 我说每一个礼拜 只操作一档到两档内买 你像这支股票 不只涨一天 涨两天 他今天还在涨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最后洗盘嘛 这是你最后洗盘 然后你向世界就这样上去了嘛 今天还创新高 我说你把证据拿出来嘛 我是真正的操盘的 实实在在的绩效 大盘最后洗盘的时候呢 有哪些股票值得去布局 那不管你是台子 或个股操作不顺利的 趁这个机会 把电话拨通 把电话拨通 台子目前是高难度的操作 个股呢 你要懂得怎么样去选股 你才有机会做教 那我会想尽办法 让你做教 谢谢大家 本集公司因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时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和应答投资吴老师 会员股票大获全胜 今天入会 全面一加一双重大回馈 今天入会 全面一加一双重大回馈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所以再见 02-2781-0909 02-781-0909 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愿大人负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大主吧 好 我走 小心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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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